欢迎来到心理咨询室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 探索自我价值的旅程 二 引言 自我价值 精英心灵的灯塔 三 使用技巧 建立自我认同的五部曲 那么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探索自我价值的旅程 在探索自我价值的旅程上 我们都是一群带着现代版指南针的探险家 只不过这个指南针不指南北 而是指向我们内心深处的价值和梦想 这个旅程有时候像是在玩一场史上最复杂的宝藏寻找游戏 而宝藏就是我们自己的价值和潜能 首先 让我们从古代开始说起 古人探索自我价值往往通过修行 冥想或是参与哲学讨论 想象一下 苏格拉底在雅典的街头 用他的我只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我一无所知的谦逊态度 引导人们深入探索自我 如果苏格拉底有Instagram 他的个人简介可能会是 哲学家 马拉松爱好者 自我探索旅行家 跳到现代 我们的探索工具从哲学对话变成了心理测试 个人成长工作坊 甚至是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展示 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认识自我 更多的是 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有趣的是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 探索自我价值的过程 都伴随着不少的困惑和迷茫 就像是你在深夜里 试图用手机的指南针找到回家的路 结果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但正是这些迷茫和挑战 让旅程变得更加有意义 在这个旅程中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他们就像是RPG游戏里的NPC 非玩家角色 有的给我们提供线索 有的给我们设下陷阱 比如那位总是告诉你 跟随你的激情 却从不具体说明怎么做的励志演讲者 或是那位总是让你怀疑自己选择的现实主义亲戚 最终 我们意识到 探索自我价值的旅程并没有一个终点 每一次的挑战 每一次的失败 每一次的成功 都是我们了解自己的机会 就像是在做一道复杂的数学题 过程中的每一个错误 都在引导我们更接近正确答案 所以 亲爱的探险家们 让我们带着幽默感和好奇心 继续在这条充满未知的旅程上前行 记住 探索自我价值的过程 本身就是最宝贵的宝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引言 自我价值 精英心灵的灯塔 在探索自我价值的奥秘时 我们不禁会想到 那些历史上的精英人物 他们似乎都拥有一盏内心的灯塔 指引着他们穿越人生的风浪 最终达到辉煌的彼岸 但让我们先来点幽默 自我价值 并不是在超市的打折区 能找到的商品 它更不是某种奇特的魔法药水 一引而进后 就能让你变成超级英雄 不 自我价值是一种内在的信念 一种对自己能力和价值的深刻认识 想象一下 如果历史上的伟人们 都有Instagram账号 他们的自我介绍 可能会是这样的 亚历山大大帝 职业 征服者 爱好 建立帝国 自我价值 无人能敌 或者是 达芬奇 职业 权财 爱好 画画 发明 解剖 自我价值 文艺复兴时期的灵魂 这些人物之所以成为精英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成就 更是因为他们 对自己价值的坚定信念 但是 自我价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像是那盏精英心灵中的灯塔 它需要不断地维护和加油 才能发出持续而明亮的光芒 有趣的是 这个过程并不总是庄严或者严肃的 想象一下 如果牛顿发现 万有引力定律的那一刻 他是在和朋友们打血仗 而不是坐在苹果树下沉思 他可能会大笑着说 哇 这雪球下落的速度 真是个有趣的现象 我得研究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故事 虽然是虚构的 但他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 也可能源于最不经意的时刻 在追求自我价值的旅程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挫折和失败 但正如那些历史上的精英人物所展示的 关键在于如何保持内心的灯塔持续发光 这需要勇气 坚持和不断地自我反思 而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偶尔迷失方向时 不妨以幽默的态度来看待这些挑战 因为有时候 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瞬间 最终会引领我们找到自我价值的真正含义 所以 让我们都成为那些拥有内心灯塔的精英吧 即使这盏灯塔偶尔会因为电池耗尽而暗淡 但只要我们愿意 总能找到重新点亮它的方法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使用技巧 建立自我认同的五部曲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建立一个坚固的自我认同 就像是在沙滩上建造一座城堡 你刚刚堆切好最后一个沙堡塔楼 一波未来的浪潮就可能将它冲垮 但别担心 我在这里要分享的是 如何在心灵的沙滩上 建造一个能够抵御时代浪潮的 自我认同堡垒的五部曲 请准备好你的心灵铲子合同 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步 自我探索 挖掘内在的宝藏 想象你是一位勇敢的探险家 正在自己心灵的岛屿上寻找宝藏 这个宝藏就是你的兴趣 价值观 信念和梦想 你可能需要一张心灵地图 和一把挖掘工具 也就是自我反思和探索的能力 记得 每当你挖掘出一个新的宝藏 也就是对自己的新发现 记得在你的心灵地图上 做上标记 第二步 自我接纳 拥抱你的完美与不完美 建立自我认同的过程中 自我接纳是一块基石 就像你需要接受那些 被海浪侵蚀的沙宝边缘一样 你也需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记住 每个人都是一座正在建设中的沙宝 我们都有我们的瑕疵和裂缝 拥抱它们 因为它们让你成为了独一无二的你 第三步 自我表达 让你的旗帜高高飘扬 现在你已经探索了自己 也接纳了自己 是时候让世界看到真正的你了 就像在你的沙宝上 飘扬着代表你的旗帜一样 通过你的言语 行为 穿着甚至是你的创造力 来表达自己 不要害怕展示你的独特性 因为这正是你的力量所在 第四步 自我增强 在风暴中站稳 建立自我认同的过程 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就像沙宝面临着风暴和浪潮的清晰一样 你的自我认同也会面临外界的质疑和挑战 这时候 你需要增强自己 无论是通过学习新技能 还是通过培养任性和自信 记住 每次你在风暴中站稳 你的沙宝就会变得更加坚固 第五步 自我更新 永远不停止建设 最后 记住建立自我认同 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就像沙宝需要不断地维护和重建一样 你也需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认知 信念和价值观 永远保持好奇心 对自己保持开放 让自己成为一个永远在建设中的美丽沙宝 通过这五步曲 你不仅能建立起一个坚固的自我认同 还能在人生的海滩上 建造出一座独一无二 美丽壮观的沙宝 记住 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耐心和勇气 但我相信 每个人都有能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心灵奇迹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案例分享 张博士的自我发现之旅 在一个不那么遥远的过去 有一位名叫张博士的学者 他的生活充满了书本 实验和无尽的研究 张博士是一位在古代文明研究领域 享有声誉的学者 他的日常生活 几乎被古代文献和遗迹所包围 然而 就在他的职业生涯达到顶峰之时 张博士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自我发现之旅 这次旅行 不仅改变了他对古代文明的看法 也让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 这个故事开始于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张博士在整理他的书架时 意外地发现了一本 他从未见过的古老手稿 这本手稿的封面上用古老的文字写着 自我发现之旅 出于好奇 张博士开始阅读这本书 没想到这本书 竟然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冒险指南 书中描述了一位古代学者的旅行 这位学者为了寻找生命的真谛 踏上了一段漫长的旅程 他访问了世界各地的古代遗迹 与不同文明的智者交流 最终在一片遗失的绿洲中找到了答案 这个故事深深地触动了张博士 他意识到 自己虽然对古代文明了如指掌 但对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却知之甚少 于是 张博士决定暂时放下手头的研究 踏上一场真正的自我发现之旅 他先是前往埃及的金字塔 站在这些人类智慧的象征前 张博士感受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渺小和敬畏 接着 他又去了希腊的雅典卫城 那里的哲学家雕像 似乎在告诉他 真正的智慧 不仅在于知识的积累 更在于对生命的思考 旅行的过程中 张博士还意外地发现了 自己对摄影的热爱 他开始用镜头记录下 旅途中的每一个美丽瞬间 这些照片 不仅捕捉了世界的美丽 也记录了张博士内心世界的变化 最终 张博士回到了他的故乡 他发现自己 不再是那个 只埋头于书本的学者 而是一个对生活 有了更深刻理解的旅者 他开始将旅行中的所见所感 融入到他的研究中 他的学术报告 不再是枯燥的数据和分析 而是充满了生动的故事 和深刻的人生哲理 张博士的自我发现之旅 不仅让他重新发现了自己 也为他的学术研究 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有时候 真正的智慧和成长 不仅来自于书本和实验 更来自于对世界的探索 和对自我的认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总结祝福 愿你在自我探索的道路上 发现真正的自我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自我探索 就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而不是一场简单的短跑 想象一下 你穿着历史的长袍 手持哲学的火炬 在时间的长河中 寻找自己的位置 这听起来既庄严又有点滑稽 不是吗 但这正是自我探索的真谛所在 一场充满未知 挑战和惊喜的冒险 首先 让我们从古代开始 古希腊哲学家 苏格拉底有句名言 认识你自己 这句话简短却深刻 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想象一下 苏格拉底穿着他的长袍 在雅典的街头游荡 用他的问题 激发人们的思考 他可能是古代版的自我探索教练 只不过 他的收费方式 是一些好久和激烈的辩论 跳到现代 自我探索变得更加复杂 但也更加有趣 我们有了心理学 文学 电影 甚至是社交媒体 这些都成为了我们探索自我 表达自我的工具 想象一下 弗洛伊德和荣格 可能会在推特上互相喷 或者是在instagram上 分享他们的梦境分析 在这场自我探索的旅程中 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 有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 像是迷失在了一座迷宫中 每一个转弯 都可能带来新的困惑 但别忘了 就连迷宫也有出口 而且 迷宫的设计者 达利或许会在某个角落里 偷偷地对你眨眼 暗示你即将找到答案 所以 亲爱的探索者 我要送给你的祝福是 愿你在自我探索的道路上 勇敢地面对每一个位置 享受每一次发现 不要害怕迷路 因为正是这些迂回曲折 构成了你独一无二的人生地图 愿你最终发现 那个真正的自我 就像是在一场 宏大的宝藏狩猎中 找到了最珍贵的宝藏 记住 这场旅程没有终点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所以 拿起你的火炬 穿好你的长袍 让我们一起 踏上这场奇妙的冒险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冥想词 我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我真是我的价值 在这个快节奏 高压力的现代社会中 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颗 在宇宙中飞速旋转的小行星 不时地与工作的陨石相撞 偶尔还要躲避生活的彗星尾巴 在这样的环境下 有一句冥想词 我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我真是我的价值 它就像是一盏纸路的明灯 照亮了我们 寻找自我价值和意义的道路 首先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 我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这句话 在宇宙的广阔中 地球是独一无二的 而在地球上 每一个生命体也是独一无二的 就像是古代的哲学家们常说的 即使是双胞胎 它们的指纹也是不同的 更不用说它们的性格 经历和梦想了 这句话提醒我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价值 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跟随别人的脚步 而是要勇敢地走自己的路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我真是我的价值这句话 在古代 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虽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在讲战争 但是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生活 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 并真实自己的价值时 我们才能在生活的战场上 所向披靡 这不仅仅是一种自信 更是一种力量 让我们在面对挑战时 能够坚定不移 现在 让我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古代中国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 他擅长画竹子 有一天 皇帝听说了他的大名 就召见他 让他画一幅竹子的画 这位画家 没有立刻开始画 而是闭门不出 每天都去竹林中观察竹子 与中看竹子 风中看竹子 甚至夜里也去看竹子 一个月后 他回到皇宫 一笔一画地 画出了一幅惊世骇俗的竹子画 皇帝问他秘诀 他说 因为我是竹子 竹子是我 这位画家 通过深入的了解 和真是竹子的价值 最终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艺术作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当我们深入地了解自己 真是自己的价值时 我们就能创造出 独一无二的成就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不忘冥想这句话 我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我真是我的价值 让它成为我们内心的力量 引导我们 走向更加精彩的人生 在探索自我价值的旅程中 我们需要保持好奇心和幽默感 这个旅程并没有一个终点 每一次的挑战 失败和成功 都是我们了解自己的机会 就像是在做一道复杂的数学题 过程中的每一个错误 都在引导我们 更接近正确答案 古代和现代的探索方式 也许不同 但探索自我价值的目标 是相同的 了解自己 接纳自己 表达自己 增强自己和不断更新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困惑和迷茫 但正是这些挑战 让旅程变得更有意义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不要害怕踏上这条 充满未知的旅程 让我们用幽默和好奇心 来面对挑战 相信自己的价值和潜能 同时 我也欢迎你们提出问题 或分享你们 对自我价值的看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 6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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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